66. 文匯報 中央七曹斯支持進出口穩增長 2015年7月18日中國新聞A14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馬林北京報導 今年上半年內地進出口總值同比下降6.9% 外貿面臨嚴峻形勢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壽文昨日在北京透露 國務院本月15日審議通過了關於支持進出口穩定增長的政策意見 將通過推動全國一體化通關 清理和規範進出口環值收費 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促進境外消費回流等七項措施支持外貿穩增長 意見傳聞將於近期正式公布 推動全國一體化通關王壽文當天在國務院新聞辦 朝開的吹風會上表示,在改善外貿環境方面 意見提出,促進貿易便利化水平提升 通過加快通關一體化改革舉措 加快出口退稅進度 在具備條件的地方加快複製推廣自貿試驗區的 貿易便利化的措施 在沿海各口岸推廣貿易單一窗口的視點 同時,清理和規範進出口環值收費 建立進出口環值收費正面清單 未列入清單的一略探亂收費查處 中國海關總署副署長周志武介紹 目前通關一體化改革已實現了京津企地區 長江經濟大、廣東省內 絲綢之路經濟大和東北地區 推出五個區域的區區通關一體化 下一步改革將按照全國不同的類型 將原來42個直屬海關整合 建立藥干功能型海關 推動全國一體化通關 根據官方分析 內地上半年進出口負增長主要受累於國際市場需求下降 但人民幣匯率升值也是出口罰力的一大原因 加強企業應對匯率波動風險此次意見就提出三條政策保障 以加強外貿企業應對匯率波動風險及融資能力 包括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穩定 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 提高跨境人民幣結算便利化水平 擴大結算規模 研究推出更多避險產品 支持金融機構開展出口退稅帳戶托管貸款 出口信用保險保單融資等業務 擴大外匯儲備委託貸款的規模和覆蓋範圍 穩步將境內企業人民幣境外借款業務推廣到全國 繼續加強出口信用保險短期險政策力度 加大對中小企業以及新興市場開拓的支持力度 多項政策促進境外消費回流在進口方面 內地上半年進口同比大幅下降15.5% 嚴重拖累外貿穩增長 對此 意見提出 調整鼓勵進口技術和產品目錄 擴大優惠利率進口信貸的覆蓋面 完善消費品進口相關政策 對部分內地需求較大的日用消費品開展降低進口關稅試點 適度增設口岸進境免稅店 合理擴大免稅品種 增加一定數量的免稅購物額度 促進境外消費回流 意見還突出創新驅動 提出要加快推進外貿新型商業模式發展 包括加快樂實促進跨境電子商務健康快速發展的指導意見 擴大市場採購貿易方式試點 制定支持外貿綜合服務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 旺壽文透露,2015年年底前推廣外貿新型商業模式 或進一步擴大相關視點範圍的方案有望出台 並於2016年初實施